有一个男的常常骑着脚踏车 在公园附近来来回回的 假装替中风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按摩 然后趁机抢走人家的财物 警方寻线查到了嫌犯 结果才发现 嫌犯竟然上个月自己也中风了 右半身瘫痪 只能坐在轮椅上 嫌犯在屋内看到警方上门 想逃也逃不掉 因为他中风 不但行动不便还插着鼻尾管 他就是找一些较弱势的 比如说不良于行的 借故以按摩之名 按摩到他的大腿的时候 就公然的行抢 面对警方问话 嫌犯坐在轮椅上 右半身瘫痪 只能微微的匕首画脚 点头示意 但其实他就是在八月间 骑着屋内这台脚踏车 四处行抢中风老人的脚踏车大道 歹徒他是骑脚踏车 那脚踏车当时我们调到这个画面以后 因为脚踏车是没有车牌的 高雄市客公馆附近的公园 有不少老人运动休息 嫌犯时常骑着脚踏车在附近徘徊 专门锁定中风 行动不便的老人 假装帮忙按摩 接着趁机偷拿口袋里的钱包后逃逸 警方追查三个多月 好不容易逮到人 竟发现嫌犯上个月也中风了 他在八月份犯案 十月份他本身在家里也中 因为没有办法用原理表达 只有我们用那个点头 是与不是来请他来回答 这名50多岁的嫌犯 专抢中风老人 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跟着中风 过去不止犯下多起抢案 还曾因为伤害罪嫌被通弃 索性现在已经被警方逮捕归案 中文学王王嘉庆 白问平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